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紫薯一口酥 现在我们先来介绍材料 材料有紫薯400克 紫薯是要蒸好 然后扒好皮400克 黄糖45克 butter15克 盐2克 这边是属于我们的线 紫薯馅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皮 这是低筋面粉170克 杏仁粉30克 奶粉16克 糖要50克 butter100克 还要一丝蛋 现在呢 我们先来做紫薯馅 然后紫薯因为刚蒸好的 所以还是热的 我们利用它还有余温呢 来把糖 butter 然后盐 我们加在一起把它和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紫薯和了 和成这种有一点点硬度这种程度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做皮的部分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皮了 这是低筋面粉 然后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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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杏仁粉 奶粉 奶粉 糖呢 我们一起都倒下来咯 把它搅拌 然后再搅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用个纸 接下来我们拿个烘焙纸 把它包起来 然后放冰箱冷藏半个钟头 好了 已经过了半个钟头了 我们面皮从冰箱把它拿出来 这个程度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一分为二 大概这样子吧 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 然后一半还是把它包起来 然后一半还是把它包起来 我们现在把它擀整齐 这个要拿起来 我们现在把它擀整齐 OK 我们现在把纸属线放在面皮的中间 放在面皮的中间 然后呢 利用这个纸把它卷成一个圈 一个一条长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包成一条 然后把接缝给它捞起 然后利用纸把它翻过来 然后将接放在下面 好了我们卷好切好就这个样子 好了我们卷好切好就这个样子 然后呢 现在上面给它擦点蛋液 好了我们现在平均都擦好蛋液的 然后呢 手沾点蛋液 这上面 沾点芝麻 这样就好了 OK我们现在全部平均 都有擦上芝麻的 然后呢 等一下 为了烤箱340度烤10分钟 就好啦 就是烤箱440度烤箱420分钟 就好了